2007宣布完计划 立刻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这些年轻的船员 从来没有在如此快的船速中放停 甚至没有人操作过这种救助艇 在船航行的时候从来没放过 这东西没接触过 风险有点大 一向支持2007的梁洪 也有自己的担忧 因为之前我也问过老长 我说这个海况是不是有点差 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 但降低船速的要求被2007拒绝了 不行 还是 先实际试一下 我相信你们有这个的 这条船是一条探舰船 它去的地方很特殊 然后它走的海域 不是说惯常的 你职业船员就能跑到的海域 比如说南极 比如说冰区等等一系列 这些都是需要学习训练 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操作过 这部救生艇 那到了南极之后 我们俩可能要飞飞机 那老长说 那我就要考虑 谁能来操作 今天你们每个人还要学会 自己来做庭长 开始准备15分钟 老大说要在 时节的速度下去放下去 那个时候就觉得 开过旧身艇 航速没这么快 能不能胜任也得顶着头皮干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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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